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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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哎呦 小玩你咋来了 我来给你送衣服 这你的衣服咱俩串磋了 是吗 下午咱干活不把衣服脱一起了吗 结果下半雨着急回家 我就把你衣服串走了 不能吧 你看这胸盘不是你的吗 哎呀 这还真是我的 那这衣服是你的 我的我的我的 小玩坐着 我给你倒点水喝 哥 不坐 我给你走了 着啥急啊 哥 你不知道啊 我要是满刀驾一分钟 我那媳妇大嘴巴子就得擅死我 别瞎说了 你妹那人挺好的 我不说了 我赶紧走了 走了走了哥 那没事来玩啊 好嘞好嘞慢点啊 再见 老公 老公我回来啦 哎呦妈呀 哎呦 干啥呀 你这月不过了这是 这不照顾吗 改善改善生活 行 那我给你搭个手吧 行 来 我弄哪个 帮我把这菜洗了 行 好 我来 哎 我刚才发现了 藏钱老安全了 哎 爸 老爸 你找啥呢 什么 什么也不找 那你拿钢子衣服干啥呀 你看这衣服埋的 你也不说给他洗一洗 哎呀 帮帮我给他洗啊 哎 哎 老范哪 哎 活儿没干完呢 咋又跑出去了 哦 来了 来了 哥 救命啊 快救我啊 哥 这咋子呢 这是什么 我媳妇因为钱 给我干起来了 这两口子咋还因为钱 干起来了呢 都废说我藏死亡钱 那你藏了没有啊 藏过呀 你藏死亡钱干啥呀 留着话呗 老爷们在外面 都是比脸都干净 那多没有面子 哎呀 那你跟你媳妇解释解释呗 嫂子 关键今天解释不清楚啊 哎呀我的妈呀 你这脸上这咋整的呀 你媳妇打的吧 怎么可能 刚才我脸上摞个蚊子 我打蚊子劲儿太大了 哎呀妈呀 这么冷天哪来蚊子 哪有蚊子 那那那兴许有几个穿苗 好 还是我哥懂我 行了别装了你 行了 你给我站住 哥 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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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咋是你呢 弟妹啊 咱下次看清楚再打行吗 这大嘴巴的 咱咱巴巴的跟不要钱似的 哎老郭 老郭 你也是看清楚了 疼不疼啊 疼 你 过来 我不过去 去去去去 给你媳妇道个歉 没事 快去去去去 道个歉 过来 过去也行 她媳妇才说好了 你不动手就行不 弟妹 她说好了啊 不能动手 好不好 我保证不动手 保证不动手啊 没事小王 有我的啊 你这可能肯定不动手啊 你跟谁俩立体 你跟谁俩立体 别动我 让我慢慢缓一缓 大哥你真没事吧 弟妹啊 下回你还是动手吧 哎呀你说你干啥呀 不就是藏点私房钱嘛 至于生这么大气嘛 你看我老公踹着 傻样了她 嫂子你别生气 关键她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 她也不是一次两次藏私房钱了 你说上回吧 我发现她藏了两千块钱 她愣说是她三舅放在兜里的 结果我一问她妈 她那三舅都走八年了 我跟你说呀 兴许是她三舅啊 给寄过来的 你没听过来呀 她三舅走八年了 走了 哦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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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行 那钱花不了 嫂子 更可气的吧 是今天我发现她兜里啊 又藏了两千块钱 然后嘛我质问这小子 哎 她愣说这钱呢 是赵哥哥的 你说我能信吗 这就是你的不对 你咋能往我身上赖呢 谁到了嫂子 你说这左脸又是谁不知道 谁不知道我赵哥这人品呢 哥 这钱真是你的 好啊 死刑不敢 你就赖吧啊 没想到你污蔑赵哥 更重要的 你是污蔑了赵哥的人品 这日子没法过了 咱也别过了 离婚 哎哎哎 你妹 那钱 你赵哥的 啊 这咋是你的呢 咋就不是你的呢 怎么可能是我的呀 找我呼你大嘴巴子 你干啥呀 媳妇 她俩要离婚了 替她扛着呗 快点 哦 扛着 媳妇 我的 两千块钱是我的 看见没 看见没 一打就烧了 是你赵哥的 别生气了啊 别生气了啊 我的 我的 对 赵哥 哎 没想到 你也是这种人 是 我也没想到 我咋是这种人呢 你说这以后我还能相信男人吗 哎 不对啊 赵哥 那你的钱 你放我们家小王那干啥呀 对啊 我放小王那干啥呀 是啊 你放他那干啥呀 我愿意咋的 我愿意不行吗 听妹啊 我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 那天啊 我们发奖金 正好我休息 我就让小王帮我把这个钱领了 是不是这两天挺忙的 还没来得及管他拿呢 啊 哎 不对啊 发奖金了 对 两千块钱吗 好好 赵哥 我明白了 那这两千块钱是你的 对 我的 嗯 媳妇 那奖金你没给他呀 还没来得及给呢 哎 但是媳妇 我可不是想藏钱 我想帮你攒着 但攒足了一百万 我一起给你 写到大气 是呀 他是为了说咱俩是同情怕的 我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你们 不用谢不用谢 疼不疼啊 不疼 一点都不疼 把东西拿上来吧 啥籃呢 你看看 这还有道具啊 哥 总归受不了啊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看到了温柔的另一面 让你们看到了温柔的另一面 不用贫了 继续 这回疼不疼 哦 钱藏哪儿了 交出来吧 哎呀 隐藏的挺深啊 还有一千呢 哈哈哈 哈哈哈 这鞋挺高级啊 既能增高 还能藏钱 哪儿买的 什么哪儿买的呀 啊 这不自己改装的嘛 哎呦 这挺有创意啊 哈哈哈 这回 还有没有了 这没了 媳妇 我今天当着大火面法事啊 我要是再藏钱 你就大嘴巴都扇死我 媳妇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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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妹啊 我跟你说啊 小黄其实挺好的 嗯 人是个老实人 是吧 你这样 你就看在哥的面子上 再原谅他一回 行不 哥 那我再问你一句 啊 这钱真是你的 我的 你没替他顶钢吧 没顶 嗯 行 哥 哎 我相信你一次 谢谢 看在你的面子上 行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回家 哥 啊 我回去了啊 哥 啊 我怎么觉得我媳妇 挺信任你啊 我觉得也是 别跟着搞乱 信任啥呀 弟妹以前是信任我 这回帮你顶了钢以后 还能信任我吗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 你跟媳妇藏啥私房钱呢 啊 你就是藏你也不能让弟妹发现呢 说啥呢 我 我是说你不不能藏私房钱 对 以后可不能这样啊 对 来把钱拿着给你媳妇送回去 行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咋回事啊 哎哎哎 这这我不知道啊 哎呀 哥啊 啊 我先说话说多了 那个不好意思啊 但是现在这情况 我也没法替你停盖了 我先走了哈 哎 哥哎 那句给你留着 好 好 好 一会儿用的上 哎不是你啥意思 上钢子 行啊小样 学会藏私房钱了 是不 两千块钱奖金赶不给我 拿过来吧 这钱不能给你 这不是我的 瞪眼说下话是不 那钱不是在手里攥的吗 这钱真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谁的 谁的 鬼的呀 我的 这是你的呀 是不是两千 两千 从这段衣服里拿出来的吧 对对对 我放你的 啊 我的 爸呀 你敢藏私房钱呢 什么叫敢呢 你别没事 别老拿你妈吓唬我 我怕他呀 爸 哪来的钱呢 那个 这个两千 我不请你解释 结婚的时候 你跟我承诺过什么 就是这一辈子 不跟你撒谎 那要是撒谎了呢 惩罚 好 抱着仙人球 跟我回屋 我先走一步了 爸 爸 这护具您拿着 一会儿能用得上 还是男人懂男人了 你干啥呢 我看妈怎么收拾棒 我过来来来来来来 你看看我现在怎么收拾收拾 干啥呀你啊 你给我站好了 干啥呀 站好了 说 两千块钱咋回事 你看你这 那两千块钱不是爸的吗 这两千块钱是爸的 那那奖金两千块钱呢 看你啊 长个老实脸 你不干老实事啊 还敢藏私房钱了 是不 我没藏私房钱 我 我真没藏 我干啥才私房钱呢 对不对 我现在媳妇我也没这个必要啊 你看你每个月给我五十块钱零花钱 对吧 你一号给的我五十 现在我还上四十九呢 那一块呢 我前天不是给你买瓶水吗 你每月给我五十块钱私房钱 我这么有钱 我干嘛还藏私房钱呢 对吧 行了 别废话了 说两千块钱哪去了 说那两千块钱哪去了 我花了 好你的照片 敢背着我 花了这么大笔巨款呢你呀 妈 那先生球借我又一下 妈 妈 那先生球先借我 妈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 媳妇 这些年你为了咱这个家 从来不乱花一分钱 你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连你手上戴这个戒指 都是当年咱俩在地摊上买的 我知道 这些年你一直不摘的是顾及我的感受 可是我看着他心里边难受 我给你买了个戒指 我给你买了个戒指 喜欢吗 喜欢吗 好 好看吗 和 我终于让你戴上真戒指 我脚 姐夫 把手举起来 干啥呀 出去显摆显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